朋友们如果有需要这个 蓝头这个一油包这个地址啊 跟我们联络一下 这很便宜哦 很便宜的 一斤只有55块 两斤算100块 住在神钢地区的 可以直接来我的店里取货 4号台湾 甘太厉呢 有可能产生哦 在乎的冰洞 还没产生一个9W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 主持人看迹象 迹象看主持人金啊 9W今天升成之后啊 是不是有可能发展成4号台湾派利呢 我们来看看哦 他目前啊 在北北10度啊 东京129度的地方 这边离福利宾大概500公里啊 他现在是5级啊 每秒级的8米 还是个基本劳动啊 但是啊 这个依照这个1G系统预测的啊 他会逐渐靠近福利宾啊 一样沿着福利宾的土地啊 慢慢来到这个 这个李宋岛的东北方向啊 不过跟前几天预测的不太一样 他稍稍往天洞走啦 因为这边的那个太平洋 跟他稍稍减退之后啊 他来一个缝隙 还有从这个华中地区下的 没以这个方便啊 给阿波路上 直接转向台湾海峡这边啊 在南海的北部这里 有可能形成四号台湾太粒啊 走的方向还是偏向西北方向啊 不过这里是一个 预测起来哦 他不会很大的台风啊 给周八级到九级啊 因为这边很慢啊 而且这边呢 环境也不太适合说很强烈的台风系统啊 不过啊 这个GFS预测的可能不太一样啊 我们中午看了数据以后再来入一集哦 首先我们看看这个9W 他现在这个位置啊 因为这个 这边的太平洋概要比较减弱 他有机会慢慢成长起来 啊 很多东西要预测啊 他会经过这里来到佛利宾的东北湾 进入到南海到巴士海峡 如果是左随条路线啊 对台湾的伤害就比较大 啊 不过那是十起八级的台风系统啊 啊这样进来的话 会带给南部区区啊 包括香港啊 福建的广东一带 菲律宾都会受到这个的影响 啊 至于说GFS预测的是 往东边一点啊 我刚才看的数据是这样子的 不过啊等一下我们 确定之后 我们下午再来拍一集这个 那个 4号台湾查理 有可能产生的机会了 好的 另外另外另外的讲一下啊 那我朋友们如果有需要这个 蓝头这个一流霸这个地支啊 啊 跟我们联络一下哈 啊这很便宜哦 很便宜的 一斤只有55块啊 2400100块啊 啊住在神钢地区的 可以直接来我的店里取货哦嘿 拜拜